大家好,欢迎来到修仙奇缘,今天继续讲另一宇宙来的人杨子的故事。 迷魂汤,据杨子说的那些话,人们一定会推理,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也如此想,但事实却不禁让人满意。 考试成绩,忽高忽低,整天贪玩,老师都不知道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一次,他的班主任老师告诉我, 他不好好学习,脑子倒够用,也不糊涂,就是贪玩,上课不专心听讲,你看他,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整天歪个脑袋出神。 我因为工作忙,也不太管他的学习,听了这话,就好好训了他一番。 知道了,下期一定好好学。 杨子说,每次一说都是下次,有多少个下次,我大发雷霆。 那你说怎么办,我这娃,没其他毛病,就是爱玩,原来就爱玩,在我妈肚子里受了那么多委屈,好不容易出来了,也该休息休息,好好玩玩。 现在整天还是学学学,我都学烦了。 杨子还是很委屈的样子,你还有理由了? 我声音更加严厉,他不吭气了。 你说,你过去读的经很难,那现在学这些,应该很容易才对。 为什么学不好?我怀疑他以前讲的尽是假话。 呵呵。 杨子忍不住笑起来。 你说话呀。 我催问道。 当然,现在学的这些课很简单,越简单越觉得没意思,没意思就不想学。 这些东西,和我们以前学的那些是两回事,我也没办法给你说明白。 导师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不是我听不懂课,而是不想听。 他声音越来越小,有点不好意思。 孩子,你现在正式打基础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大家都有工作有饭吃,你连饭也没得吃,到时候怎么办? 爸爸,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学习的。 杨子认真起来,我才松了口气。 晚上,太太在办公室值班,杨子做作业,我看书。 功课完了,她就过来同我说话。 我们谈话的地方一般在厨房,那是我们的根据地。 因为太太如果不值班,会在套间里看电视。 家里进门一个过厅,左手套间,过厅直往里走向右拐,就是厨房。 名为厨房其实不常做饭,饭都是职工食堂买来的,厨房就成了吃饭的地方。 既然套间被太太占领了,过听说话不便,杨子不愿让她说的话,被第三人听到,我们就躲在厨房说。 每次她都要先看看太太在干什么,然后悄悄闭上门。 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说一些神秘的话题,开始太太还问,你们俩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你管呢? 我说,你管呢? 杨子笑着,也跟着说,太太似之非之。 久了也就认为,我们两个整天谈神道鬼,说的也不是什么她想听的话题,也不太过问。 她一旦推门,或者脚步声响起来,杨子立即就住了口。 现在太太不在,我们谈话少了一层障碍,气氛更轻松了。 杨子还是关上厨房门,这是习惯。 关门干什么? 我问。 咻,我们的秘密谈话,不能让人知道。 问什么事,问吧。 杨子已经很老练,凡我叫她,除了吃喝学之类,一般就是有事要问她。 你上次说,在你妈肚子里的事,你还记得,我还是有点不信。 你说,你妈肚子里是什么样子? 我又想起了过去的话题。 在我妈肚子里啊,黑乎乎的,好像还有个球一样的东西,我就坐在那里头。 周围是红颜色,像蜘蛛网一样,红网网都挂满了。 我还在里头游泳呢? 杨子眯着眼,摇头晃脑,脸比带话地说。 显然,红网网是指血管了。 根据医学常识,她的描述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 她可是从来没学过医,也不可能知道从解剖学角度讲,胎儿在母体中是什么样子的。 这不能不视我暗自称奇。 能听到外边的声音吗? 怎么不能? 不过声音不太清楚,有点小。 那没来你妈肚里以前,你在什么地方? 我想起人们关于鬼神的种种传说,关于十八层地狱,关于投胎等那些神秘的话题。 那时候? 杨子刚要说,又停下来,拉开厨房门看了看。 你妈不在家? 我说。 那时候啊,我在离咱们这个星球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们那个地方,也就是在天上呢。 那你怎么会下来呢? 轮到我下来,我就下来了。 这个星球上,很多人都是从外边星球来的。 有的星球很先进,像我们原来的星球。 有的星球很落后,比现在的地球还要落后好多倍呢。 杨子回答我的问题时,猛然间又道出一个我意想不到的话题。 会有这种事? 我想起来了,对于灵魂存不存在,人们常有争议。 而认为灵魂不存在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灵魂总数应该同地球上人的总数吻合。 死一个,空出一个灵魂,才能有一个人降生,让那个空出来的灵魂去投胎。 可是地球人数有时多有时少,多的时候灵魂不够用,从哪里来? 人相对少的时候,用不完又怎么安排? 听杨子这么一说,似乎这种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了。 我也是从外星球来的吗? 我瞪大了眼,不由想起道家的那句话。 未生之前谁是我,祭死之后,我是谁? 咱们两个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我说的天上,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杨子两目放光地说,原来,本人竟然也不是地球人。 我有点毛发倒数,却又不能反驳,对那些出生前之事,我真的一无所知。 人想起来,有时真可悲。 凡事总有因果,整个世界是一个因果链条。 来到世界上,这个果的因是什么? 做了几十岁的人,对自己本身又有多少了解。 不要说未来的事,即便是以前的事,想起来也是这么茫然。 你是怎么下来的? 我又想到刚才的话题,接着问。 我是知道自己该下来了,人家就把我叫到一个花园里,和我玩,玩着玩着,趁我不注意,把我往下一推,我就掉下来了。 就这样掉到你妈肚子里了? 我觉得这似乎太简单了些。 果然,杨子又说出令人惊异的话。 哪那么容易? 掉下来的时候,我就变了样子,变成一只石鸟,一下子钻到我妈肚子里了。 又是一个闻所未闻的转换。 佛家,道家所谓投胎,都是鬼魂直接在人出生的一刹那,才孵到胎儿身上的。 于是,胎儿才有了灵气和智力,有了思维和感觉。 这种先变成他物,直接进入人妇的情况,未见诸记载和传闻。 肚子里下去以后,是什么情况? 当时,我妈肚子里有三个种子,红红的,扁扁的,又圆圆的,就是最小最小的娃娃。 我当时有点饿,就把他们全都咬着吃了。 他们还反抗呢,咚咚咚地跳来跳去,跟我斗呢。 养子边说嘴边动,学着当时吃的样子。 什么味道? 跟鸡蛋差不多,挺香的。 那你吃了它们,怎么会从石鸟变成人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 我妈肚子里挺暖和的,我吃饱了,就觉得想睡觉,一睡醒,就变成了这种人的样子。 不过,当时还有一点没变好,所以胸前头还留有一点尖尖,那就是石鸟样子的影响。 养子伸个懒腰,做出懒洋洋的样子。 我记起来了,养子出生后,当时的确有一极怪的现象。 当怀养子的时候,太太总希望能生的男孩,没想到生出来是女孩。 我当时在医科大学工作,和妇产科的医生比较熟悉,是亲眼看着养子出生的。 接生的护士见养子生出来没出声音,以为没气了。 一拍他的背,却哇的一声哭起来,大家才松一口气。 接着,医生便发现了养子胸骨的问题。 一个护士惊奇地叫了一声,刚要说,被医生摇摇手制止了,怕养子妈刚生了她太累,听到会受刺激。 我一眼看到,养子胸骨饼的地方,渐渐地翘起老高,难受极了,以为她是个有生理缺陷的鸡胎。 我一把抱着养子,她立即就不哭了,两只未光的眼睛慢慢睁开,看见我就甜甜地笑了一下,一会儿又缓缓闭上了眼。 我急忙叫医生来检查。 几位医生都是熟人,仔细检查了养子全身,发现病无异常,只是胸骨柄肩翘着,这种情况临床上也没见过。 医生安慰我说,大概不要紧,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觉得医生们是在说宽心话,既然以前没见过,怎会知道不要紧。 又是女孩子,将来胸骨那种怪样子,连裙子也无法穿。 那些天的心情,真是终身难忘。 在医院住了一周,那个家也没下去。 回去我告诉母亲,以为她一定也很难受。 没想到母亲说,哇,好好的,这又不是什么大毛病,裹个部就会下去的。 果然她用不裹上没几天,家就下去了。 而且缩得无影无踪,完全同正常孩子胸部一样。 想不到今天,竟听杨子说出了如此解释。 那我们既然是一个地方来的,我怎么记忆不起来呢? 是不是喝了迷魂汤? 我想到了,人们关于阴间投生的传说,迷魂汤一般是一定要经过的程序。 喝了迷魂汤,人就会忘记前世的事情,觉得自己是一个新的我,重新做人。 没喝迷魂汤的人,就会记起前世的事,那是有趣的。 记得岳父曾遇到一位这样的记前世的人。 岳父家从前曾是大户,在当地颇有名。 到爷爷被拾出了一件怪事。 爷爷死的那一天,在离爷爷家几十里以外的一个边远山村, 出生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颇有些与众不同,从小不爱说话, 问什么却又都能讲清楚。 平时小小年纪整天皱眉头, 倒背着手走来走去,像得小老汉。 直到十二岁那一年,突然一天对家人说, 我不是你们家的人,我家在某某地方,我姓甚名谁。 家里原来很有钱,不是现在这种样子。 家人惊惧,问其来由。 达约,原来在那地方,一天病了,很重,见人都来救他。 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就从屋里同一声一起走出来, 骑上马走了。 到了现在住的这一家,从屋顶上烟筒里钻了进去, 掉下来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醒后才发现,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想说什么也不敢说,怕别人见怪。 家人按其所说的地址和人名去找,找到岳父家。 那时岳父家已经败落,岳父的父亲吸鸦片, 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几乎全卖了。 听说这样的歧视,叫人把孩子接到家里。 孩子来后,把村里情况,家里情况, 人与人关系说得一点不差, 大家才知道真有投胎这回事。 岳父的父亲因想让孩子来把家里埋藏的金银 挖出一些来好买大烟, 就让孩子在院子里看哪里买过东西。 那孩子隶属何处,买过多少金银? 疑问,国有。 不过已被岳父的父亲挖去买大烟用完了。 那孩子又指了一两处,再也不肯指了。 照孩子指点,又挖出两缸铜钱。 孩子又叫岳父来,认岳父为自己的亲戚。 后来,岳父的父亲死了, 岳父参加革命, 发现那孩子也在革命队伍中, 而且担任领导职务。 解放后在北京工作, 每次岳父进京他都要赵岳父去问话。 这件事太太全家都知道, 岳父碰到的那位, 按说就是那种为喝迷魂汤的。 我怀疑自己一定喝了迷魂汤。 那不叫迷魂汤。 迷魂汤是给鬼魂喝的, 而我们不是鬼魂。 杨子眼睛瞪圆了, 小脑袋左右一摆一摆的, 神气极了。 告诉你, 我们喝的是一种药, 那种药散发着一种香气。 人家早就告诉你, 那种药多么好吃了, 一般人只要闻到那种味, 都要非喝不渴。 你喝了没有, 我急不可耐地问。 哼, 我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我在我们那里, 是出了名的最聪明的人, 每过一些时间, 科学家们还要请我去给他们讲课呢。 而我们那里的科学家, 看地球上的科学家, 就跟看见小蚂蚁一样可怜。 我怎么会上他们的当, 喝那种药呢? 这明明是对我的考验。 杨子目光四射, 头痒的老高, 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你没喝人家会让你下来, 我不相信他能躲过这一关。 我端起碗装着要喝的样子, 人家刚一眨眼, 我就用手一指, 那汤就跑不见了。 因为一般人都要抢着喝呢, 我不喝, 嘴冻了冻, 人家还以为我喝得特别快呢。 那爸爸把那碗药全喝了吗? 我为自己那时瘫嘴很懊恼。 不, 只品尝了一小口, 不过你已经反应过来, 不该喝了, 就没再喝。 杨子笑着说, 只一小口, 就变成现在这种笨蛋了。 我不服气。 只要人家见你动了嘴, 喝了那种药, 就知道你上当了, 就不管了。 不过, 你别难过, 早晚你还会醒过来, 因为你只喝了一点点。 杨子安慰我说, 我还是有些悲哀, 一个馋子, 使我今天丧失了灵气。 好奇心有时可以帮助人, 有时也害了人, 不可不引以为鉴。 杨子说的那些事, 我们无法印证, 他却说得那么有板有眼, 宛如青丽一样, 又叫人难以否定。 感谢关注修仙奇缘, 请订阅, 点赞,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请继续观看下一集 关于杨子的故事。 感谢关注修仙奇均人。 расск订阅,